老铁们好 重要的事情讲三遍 6月15号 中印边界 双方的士兵发生的冲突 都有伤亡 在三个世纪 中处边境的珍宝岛事件的时候 双方的军队 指挥人都规定 谁也不许开第一枪 结果双方的士兵呢 就拿着枪当棍子使打起来 最后还是发展到大家的结果都知道 就出现了很大的武力冲突 现在需要做的是 双方都要自律 我想对主战人说一句 难道你觉得今年还不够乱吗 好说一些小的事 今天单位开会 结果没做几分钟 我就开始打瞌睡了 我就想 这人过了50岁 体力真的就是不行了 然后旁边一美女 打个喷嚏 就把我吵醒了 好 我们明天见 拜拜